现在是朗博拉邦早上的五点钟那样子 一群和尚已经走出来化缘了 也有一些虔诚的有爱心的信徒 他们也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食物 来分发给这些和尚们 这种化缘的传统 在朗博拉邦 还有其附近的地方 已经延续了好久的了 对于化缘我最先知道是在西游记里边 但是今天我亲眼看到了 就在朗博拉邦这里 既然起了个早 我们也赶早去关西瀑布那里看一下 来到朗博拉邦 一定要去关西瀑布看一下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我们等一下一起跟着镜头 去看看关西瀑布的美丽之处 一大早我们就看到人骑自行车 往关西瀑布那边去了 因为这个方向去的景点呢 好像只有关西瀑布 虽然我大胆猜测 他们也是往关西瀑布去的 从朗博拉邦开车去关西瀑布呢 全程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那样子 具体要看路况啊 那我们现在到这个排方这里 右边呢 它是停车场 只不过我们在这里放车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坐这个电停车进到里边去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把车停放在这里 而是直接把车开到里边的停车场去 当我们看到右边这座建筑这里呢 我们距离这个关西瀑布的售票处就不远了 那前边这里呢 就是一个停车场来的 我们准备把车停到这个停车场这里 然后再走进关西瀑布里边去 由于我们赶得早 所以的话我们还没吃早餐 那我们就在停车场这里 找了个店 点早餐吃了 我们的话就简单点了一个草粉 还有一个蔬菜就好了 然后就去景区里边逛一逛 吃完早餐已经八点多了 这里的人也开始多了起来 热闹了很多 这个景区目前还没有开始收门票 所以的话我们是免票进去的 刚进大门这里 它有一个旅游示意图的 我们可以跟着这个示意图的方向走下去 一个一个景点的来看 刚进来没多久 就看到他们在这里饲养了黑熊 由于黑熊是这个有攻击性的动物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只能远观了 那它这里有简单的中文介绍呢 这个名称叫亚洲黑熊 是意味动物 这意味着亚洲黑熊正面临着危险呢 除非他们的情况得到改善 继续往前走 我们就看到有卫生间 那我就先去洗把脸 昨天晚上没有去这个服务区休息 所以的话就没有水洗脸了 朋友们 像我们这种缺水 又缺乏一定的安全感 或者是安全条件的情况下 你们喜欢这样子的生活吗 我们这样子一路走过来呀 我们觉得还是挺喜欢这样子的生活的 对,就是白 Supreme 你们知道了 因为我不确定的 那么快点 现在就能来说 我自己在眼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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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公园其实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但是的话呢 我们走着走着也觉得累 所以就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然后在光西瀑布的这个景区里边呢 还有一些非常老的树 这个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反正是非常的大 大的要好几个人才能抱过来了 光西瀑布 名副其实 一个接着一个的瀑布 这个是小瀑布 前边呢 还有更大的瀑布 让我们继续往前看吧 就是这样子中文字幕志愿者 轻轻 我们又回到大门这里 大门这里现在更热闹了 有很多的摊位已经开了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又买了一些水果 买了三种水果 我们看一看 它这里品种是挺多的 有各种各样的 有西瓜有芒果 还有一些我不知道名的 看一排都是 全都摆出来了现在 逛完光西瀑布 我们往回走 回朗伯拉邦去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车呢 就是百度车了 记得我们进来的时候 在外边有一个排方的 排方右边的停车场嘛 假如我们把车停在 右边的停车场呢 那么我们进光西瀑布景区里边 就要坐这种百度车过来了 或者是他们坐公交车的 坐到这里 然后再坐这个百度车 进到里边去 回到朗伯拉邦 我爬法西斯多巴这个山 打算从这个有一定高度的山 来看一看朗伯拉邦 究竟是怎么样的 看一看我走过的路 那下边就是我刚才走上来的 这个坡度其实还算蛮陡的 有不少的这个台阶 幸好他这个台阶 用这些红砖来 雷起来 所以的话并不滑 然后一直往上走呢 他就要收费了 两万老窝币 我想了想算了 他上面只是一个庙 我就没有上去 所以的话我就干脆下来 来看看下边这个博物馆 博物馆就是正在上山路口的对面 这里的话呢 有很多人在这里拍照啊 然后右边这里 它是有一个牌 写着 沙巴地罗伯拉邦 不知不觉 我们又回到了 朗伯拉邦的旧城区这里 就是在妹公河的这一边 我们白天终于看清楚 这个渡轮是往哪里去了 很快要到晚餐的时间了 我呢看到菜牌上有一个蒸鱿鱼 我以前没吃过 所以特地点了一下 蒸鱿鱼呢 说实在 还可以 但是没有油炸鱿鱿鱼那么好吃了 另外我们还特地点了一个 这个罗伯拉邦的啤酒 来到这里就试一下这点啤酒 不过的是 这个罗伯拉邦的啤酒呢 它也是比尔老的一个同一个公司的 只是可能只是不同的口味了 不管如何 既来到就要试 这个就是糯米饭了 我的天啊 这么多都堆起来了 怕我们吃不饱吗 停车在妹公河这边有个好处 在这边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妹公河的场景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玩得非常的尽兴 在朗伯拉邦我觉得 光西瀑布是非常不错的 但喜欢热闹的人呢 喜欢喝酒的人呢 我觉得可以来这里 肯定会找到不少的好玩的地方了 我们的话呢 更喜欢像农桥那种地方 又安静 然后又可以锻炼身体 好了朋友们 那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了 如果还没订阅我们 记得订阅我们哦